越南骑王阮城堡,骑风彪悍,攻击犀利 曾经击败过吕钦,赵国荣,蒋川,洪志等中国全国冠军 是公认的海外第一高手 今天我们来欣赏一盘阮城堡的精彩对局 本局选自第17届世界相机锦标赛第8轮的精彩赛事 由红方越南的阮城堡,对阵黑方马来西亚的沈一豪 开局选择了中炮队反攻马 红方选择五六炮的攻防 黑方选择出局 红方跳马之后,黑方选择平炮 先把二路鞠亮出,锁住红方居九平八的出动路线 红方选择挺兵,准备要越马攻击黑方中路 黑方对挺一族,不让红方形成两头蛇 红方就越马上来,准备攻击黑方中路 黑方先补强一手 红方在当前局面有两个主流下法 其一呢,是锯二进六 这个下法呢,比较的激烈 黑方以下可以平局腰队 红方压马之后,黑方退炮 还原成平冲马,将来平炮打局反击 双方对攻很激烈 那么这番棋啊,也是非常的关键 到了最后的抢分阶段 软城堡呢,下台是比较稳健 走了一个居九进二,含蓄进攻 以下黑方选择对窝居,正确的下法 红方一吃,黑方踩出去 再选择呢,把局拉出 黑方选择补向固防 红方呢,走一个居七进一 以上都是非常流行的布局下法 双方走得也很正确 红方居七进一把局抬起 首先呢,看出自己的边兵 将来再拱中兵 那这个居呢,占领自己的兵线 攻守兼备,是不认的好奇 那么走到这儿呢,黑方走了一个居巡河 红方即兵武进一 黑方在选择跳马 此时软城堡选择强行冲中兵 准备打开局面,发动攻势 黑方这里不能选择用居来吃 否则呢,红方登足 抓居彩炮 如果你的居走到其他位置 不是先手的位置 比如说你走一个居五平六 那我这边呀,服有马彩炮 在炮打巷的威胁 所以黑方呢,选择平局吃炮抢先 也是逼不得已 现在红方走一个平靠 依然呢,富有马彩炮 以及兵器进一的双重手段 黑方不利 所以在这个局面下 黑方呢,不能轻易乱吃 选择足五进一 也是正确的下方 阮城堡直接踢进去 黑方走了一步进炮 那么进炮呢,带有一定的反击意味 将来准备要炮六平五 直接较将去反击红方中路 同时削弱红方 炮打向的威胁 也是不错的下方 阮城堡这里选择补适 那么黑方这里应该下什么呢 对手沈一豪啊 也非等前之位 在第二轮的比赛当中 也是顶合了中活的第一高手 王天一 实力不一般呢 也是作为马来夏的第一高手呢 来参加本次世锦赛 当前局面下 黑方如果稳健一点 应该走炮一退一 我想啊 如果他面对王天一可能会这么下 因为这个棋这么下呢 容易合棋 选择退炮 下部棋准备要炮一平三打马 红方也很痛苦 那这个棋你必须表态 你不表态被人一打呢 就很难解了 所以呢 红方很有可能呢 要冲一个兵 双方大交换之后 形成马炮残局 黑方只要简单的落相就可以了 并没有什么大碍 红方如果冲兵 黑方就吃过来 如果你踩 黑方就把炮退回去 那么形成这个局面呢 双方基本一致 基本军事的一个棋啊 那么双方呢 和解的概率很大 沈一豪啊 有的时候呢 面对明显高于自己的棋手呢 他呢 是稳步求和 那高手也不好赢 下降级就是这样啊 有的时候呢 你一门心思求和 对方很难赢到你 但是啊 有的时候如果你想赢 把局面走得很复杂 那么就容易暴露弱点了 那这步棋就是啊 我认为呢 也是本局的转折点 黑方没有选择退炮 解决这个弱点 去打击红方 而是选择了马七进六 保留复杂局势 用马呢 看一看中向 明显黑方呢 也不愿意简化 想跟红方去周贤 想战胜对手 这个心情啊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部马跳出之后呢 确实是一步坏起 红方这里走什么呢 走一个平炮 准备要冲兵抓狙了 黑方现在就比较尴尬 面对红方 兵器进一 很难解释 如果你现在在退炮呢 就已经有点来不及了 那么黑方下到这啊 看到这个平炮 也是相当的厉害 那走了一步什么棋呢 走了一个回马 回马的意思什么呢 就是红方 如果你冲兵 我就炮一平三 把你瞄住 你拱我的局 我就打你的局啊 这样的黑方 也没什么吃亏的 虽然说呀 你退马之后呢 防住了我兵器进一 但是啊 摁下去 葫芦起了瓢 虽然说你不让我拱这个兵 但是我兵三进 你黑方不好防 黑方呢 就选择吃过来 也是逼不得已啊 只能选择吃 那么红方在这个局面下啊 应该选择马踩炮 啊 是非常不错 踩掉之后 你拱 我一甩鞠 这边黑方完全空门 你只能赶快回防 横一步足 那么红方呢 就直接甩炮 准备炮打鞭足 攻击底线 黑方赶快回防 红方把这个炮一踩 然后再进去抓 大战优势 抓马抢先 然后炮打鞭足 攻击底线 黑方虽有双足 但挡住了自己的局 两匹笨马呀 难以与红方抗衡 红方显然是大战优势 很可惜啊 阮城堡大师呢 在这个局面下 没有走马三进四 而是选择了马三进五 应该说呢 也是错过了一些机会 那么黑方选择冲中途 红方就踩上去 看起来这个马呢 位置不错 但是啊 往前跳没有路 对吧 你马三进二 马三进四呢 都不是点啊 黑方都已经防住了 所以战时呢 双方啊 无大碍 红方只是略好一些 走到这里呢 黑方走一个炮一平三 红方选择强行冲兵 打开局面 因为也确实没有 其他太好的棋 你还要担心将来 人家炮六平三 打兵的手段 所以这个兵呢 就索性迈过去 黑方打过来 红方此时物质上 已经没有优势 如果直接交换 显然不利 所以选择躲开 先闭一手 黑方呢 退去抓马 红方就把马跳进去 强行插入对方的向眼 继续给对方呢 埋下一些炸弹 黑方走一个炮三推二 红方甩鞠 黑方甩鞠抓马 红方选择飞向暗保 那这个棋啊 黑方你是不敢吃马的 如果你吃掉我 我红方下底一僵 那么你如果 什么落势落相 肯定是不行 你有这边抓着鞠呢 所以你只能垫鞠 你垫鞠 我这边打向一僵 这个鞠就丢了 黑方就不行了 所以说显然呢 这个棋飞向暗保马 你是不敢吃的 黑方一看 我不敢吃你马 那我冲中毒啊 强行欺负你 红方呢 选择一个炮 平四啊 这里呢 打一下黑方的马 也配合自己的底鞠 攻击对方的底势 那么黑方呢 走一个回马 直接跳回去采鞠 抢先 也是非常顽强的好奇 那走到这里呢 红方走一个鞠二退一 在当前局面下 黑方看起来好像是受攻 但实际上啊 红方的阵型呢 也很散 而且黑方有一个中族助阵 整体来讲 黑方不亏 甚至啊 要强于红方 黑方此时正确的走法 应该选择上一手试 把试上来 哎 别住红方 不让红方随时有挂脚的威胁 把自己的后防线防住之后啊 完全也可以与红方抗衡 甚至黑方要占优 那么以下红方 如果按照同样的思路去进攻 就不成立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红方选择平炮一打 就拉拘过来打向 红方把向飞起 这里呢 平炮叫杀 红方一顶 黑方一抓 如果你现在在打马呢 我就吃掉你的炮 这样去交换呢 由于啊 黑方的马没有动 而且补了一个势 红方的进攻就没有效果了 那现在你打过来 我再踩 双方交换完之后 形成了狙马炮足 对狙双马 显然黑方大优 沈一豪啊 也是相当的可惜 这盘棋呢 其实是有机会的 但是啊 就是在这样复杂的局面下 顶尖高手和一般高手的区别啊 就体现出来了 沈一豪啊 也是多年的海外高手 但是呢 难以达到阮城堡的成就 究其原因 还是起力啊 差那么一点点 实战当中 他选择了马一进二 可谓是啊 葬送了好局 那这匹马跳起之后 于进攻 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帮助 因为你没有捕士 那这个马呢 威胁着挂轴的隐患依然在 更重要的是呢 这匹马跳出之后 炮没有跟了 我们且看这个马跳出之后 有怎么样的弊端 那么阮城堡呢 按照同样的思路 先平炮打狙 黑方一躲 然后选择飞向 那下到这儿呢 黑方走的还是平炮 准备攻击底线 红方平炮一拦 黑方进区 跟刚才的变化 好像很像很像 但是红方现在炮打马 黑方就没有刚才的棋了 因为我打掉你之后 再打你的炮 一是你的炮无根 二是因为你没捕士啊 我这边挂脚是杀棋的 所以黑方这里就非常的痛苦 面对红方打炮 然后再挂脚的威胁 黑方无可奈何 此时呢 再不是呢 那显然就晚了呀 红方把这个炮一打 黑方很痛苦 现在你吃哪个炮呢 如果你吃我这个炮 那这边的马呢 露着呢 那如果你吃我这个炮 红方呢 可以选择回马 这样的话呢 黑方也是白都一个大子 事案当中 沈一豪呢 有点崩溃 走了一个马尔近似 应该说呢 也不是一个特别顽强的走法 那么软成宝呢 抓住机会 炮七平八 形成弹子炮 确立了两个大子的优势 黑方选的百中炮 没有实质的攻势 没有实质的威胁 红方下的一将 你只能选择飞下 我再选择回马 下不起威胁 马八进七较江 再回马较杀 应该说软成宝啊 抓住机会之后呢 没有给黑方任何的机会啊 步步杀招 招招致命 这里黑方以言是不行了 事案当中 沈一豪选择出老家 软成宝 居二退二 准备要居二平六 黑方走到这里呢 就投子恩父了 那为啥投子了呢 因为下不起啊 红方进马江 在平局就杀齐了 如果你选择退居呢 我就选择直接江 然后再甩居江 简简单单 把你这个马吃了呢 也就结束了 那局面上呢 就算你吃一个马 我还多两个大子 而且你黑方呢 剩个单举寡炮 瞎胡闹啊 走到这呢 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啊 所以说沈一豪呢 也就选择了投子恩父 那凭借这盘棋的胜利啊 软成宝呢 也是成功 拿到了啊 三四名的好成绩 那么确保呢 在最后一轮呢 与这个赖里兄会师 最终呢 这个越南队也是凭借两个人非常平稳的发挥 拿到了第十七届世界象棋锦标赛团体冠军 应该来讲 这个项目的这项金牌 中国呢 已经是连拿了十六届 也就说呀 市井赛开始以来 前面的十六届团体的男子冠军 中国都是冠军 直到这次第十七届被软成宝和赖里兄呢 给打破 那么中国队呀 也是首次丢掉了男团的冠军 恭喜软成宝 恭喜越南队